太高了 都可以買筆電 其实有必要花那么多钱 买一只手机吗 民众直呼三款iPhone新机 真的太贵了 就连超级国本林志颖 也俱买新iPhone 总能抢先锈出新机的林志颖 接受专访时透露 不会买iPhone XS Max 因为太大 再加上自拍画素又不高 华为和三星早就超过 两千万画素了 亮点不大 售价太贵 这一回的苹果似乎砸了自家招牌 应该是不太会 因为喜欢的还是会喜欢 用习惯问题 还是有忠实国本考虑购买 这下科得好好研究自费方案 目前远传和台湾大哥大 先开放预约服务 短短两小时就有破万人登记 台湾智希和亚太电信 随后也宣布十四日启动预购 只有中华电信发动突袭 宣布旧机换新机方案 以iPhone X 256GB为例 可折离两万元 iPhone X 64GB就能零元报回家 不过必须搭配月付 1399元24个月 怎么算都觉得不划算 扣除你平时会打的电话 或上网的支费 你扣除掉以后 如果网上加的金额 假设是500块 好500块你乘以24个月 再换算你要再补贴的金额上去 就是你可能 这支iPhone你可能额外再补个一两万 你这样加起来 如果你是觉得不划算 那各位你就不要买了 仔细计算一下 iPhone X 256GB 二手价约两万七到三万元 1399元付24个月 要三万三千五百七十六元 但iPhone X 64GB 只要三万五千九百元 若是原本资费没破千 根本没捞到什么便宜 电信业者紧打细算 民众也得好好做功课 三千十元史之后 林某三台北相报道